千万皆三八大罗 也谢爵皆大罗 且穷顿梦大罢 也请皆过乐佛自苏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皆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皆如来真实义 四百三十九也对吧 因而佛说之理由 若欲入境障 积虚为佛欲三章达成教 因或如不续 这个好深刻 我那天就讲了呢 这一段还是两段呢 就是 就是游戏人这个解释呢 他不是这个 如菩萨新论的原文里面的 可能是后来诸戒之类的 就是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就会写到这个本宋里面去了 就是游人游人也是这样去解释的 就是前面两句话呢 这是大臣说的 就是说 萧成认为呢 那萧成的这个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萧成认为这个 菩萨之类的这个佛法呢 就是说空性的这个佛法 那萧成它是接受不了的 接受不了的 所以呢 就是专门说空的这个龙素菩萨 或大臣的一部分 就是菩萨方面的 那他们觉得这简直就不是佛法 所以呢 就是他们就不接受这个是大臣佛法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主要讲的是这方面的 那么萧成认为呢 萧成认为呢 他们的金律认 对吧 他们的所有金章都在金律认里面 而且是佛说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他们认为呢 这是这个就 呃 就是完全是这个正通的佛教了 那大臣的呢 就跟这个不一样了 所以对这个大臣呢 就是有有质疑了 那大臣佛教呢 这么说呢 就是金律认这三藏呢 这种头点呢 就是大臣佛法也大臣佛法也大臣佛法也是有的 所以呢 就是 而且他们的这个 呃 主要的观点呢 比如说 这个 他们觉得呢 比如说我们学一个 那个 举手轮 对吧 或者说随便一个这个消沉的经典里面 那就是每一个经典里面 基本上都是戒 丁 会 戒 丁 会 都 都讲到了 但是波罗里面呢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 全方面的这个阐述了 比如说 我们我们读心经呢 心经里面也没讲什么戒 畝也没讲什么戒 呢 读金刚经也没讲什么戒 呢 而且都说 呃 就是 呃 就是 呃 呃 告诉我们uman都是色痛的 cleaned attention 所以呢 她们就觉得呢 这不是这个 这个 一个正通的 真通的这个 呃 这个佛法呢 下面呢就是这个大乘也说呢 如果说一本经里面戒定会都讲完了 你认为小乘认为戒定会都有的话呢 那这本经呢是一个正通的 如果你是那样说的话 对不对 就是这个是大乘也说的 然后呢有一部分佛经里面 没有完整的讲戒定会 那因此而你推翻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的话呢 有一部分这个经典里面 全部这个戒定会都讲到了 那所以呢你也应该承认 大乘的这个经典是 这个正通的正通的佛 正通的佛教 就这样 这一段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了 就是这个都比较好懂的 所谓若欲如景葬等三诵 辉原论是说 这些是他人加入的 而并不是今天 而是里的原文 游戏论是认为是原论 原论 游戏论中 那这个原因呢我刚才说的 比如说他们读一本这个波罗经的话呢 他们看不到明显的里面有这个戒定会的这样子的含义 那么这个大乘说呢 比方说波罗的这个经典里面 没有这个戒定会全方位的 所以你说他不是真通的话呢 戒胜密经之类的一本书经里面有 那么你也应该是承认全部是对的 那么戒胜密经等大乘的多数经中也宣说了三诗 则虚于你们的经意之 为何不承认是佛语呢 你当承认 这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因为波罗里面没有戒定会的原因 你说大乘的所有的佛教法都是不是真通的话呢 因为戒胜密经里面有圆满的讲了戒定会 那么你也应该要承认这个 所有的大乘都是真通的佛教 这历史等通的就这个意思 若印亦不是一切皆有过 这等亦亦通一切成佛语 哦 这个就是我过早了 如果说如果对方说 虽然游戏达成佛语 但波罗经的宣说诸法无子心 他们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诸法无子心的 这一切不具有佛语的三种法相 三种法相就是刚才讲的 戒定会在这个经语论里面的 因此不是佛语 像经庄严论中所说 这是达成的经庄严论呢 入语自经谷 先语自律谷 三生光大谷 那三生光大谷呢 指的是这个论呢 欲法心无畏 这一切也具有三项 这是你们自己没有了悟此理而已 假使你们完全了悟了佛语的三法相 而经语诸如波罗经 医者就认为所有的大臣经藏 具有不识佛语的故事 那么怎么不疑于你们的经 同样具足佛语法相的 《皆生密经》等一部经来 承认所有大臣经均是佛说 理由相同之故 诸圣大家假设佛语为经测 虽因如不解 非持达成教 那萧成呢 又有一个理由了 他说这个般若这些经典呢 如果说是真通的佛教的话呢 那这个大家设呢 就是佛祖元寂的时候 佛法是教到他的手上了 就是我们用汉地的说法说呢 穿了衣钵的是这个大家设呢 他应该是要明白的 但是呢大家设从来也是 听说过有一个波罗的这种经典 所以呢这个达成的这些经典呢 不应该是佛说的 这是他们的这个观点 那如何去回应他这个问题呢 有两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设真的不知道 但是大家设不知道也不等于是 达成今天是这个是假的 这是一个呢 第二个呢大家设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大家设知不知道 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所以呢你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 就这个意思 如果对方说达成教育 波罗经等这些如果是佛语 那么大家设尊者等离当了物 而他们没有了物 由此刻指达成不是佛语 对于大家设尊者也没有 也并没有这透彻 辽达记起深奥的达成经 说说的内容 怎么能因为你们自己没有辽达 而断言达成不是佛语呢 这是这个假设这个大家设呢 他不明白的情况的话呢 那这是说明了很难动 不是一半人能够能够掌握好的 就是表现了达成佛法的这个身奥了 这个理由不能说明 这个达成佛法不是真通的佛法了 如金庄雁伦中云 无量中中相 欲者何顶故 无量中中相 就是达成里面的这个法相是很多的 法门是很多的意思了 那这个一般的人呢 就是怎么就能够去断定 这个达成佛法的这些全部内容呢 或者如此解释 你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假设尊者等是否通达了达成经意 怎么能以此原因而说达成不是佛语呢 由于理由不成立 因此理由所表达的意义就无法立足了 自三 修持生意正道分散 以为修生意之国事 而修生意之功德 三 所以 从以为修生意之国事分散 以为端烦恼不得涅槃 而断烦恼也不得涅槃 三 心美一宅现 因三 为端烦恼不得涅槃 必求交为本 必以难按理 心有所缘者 心有所缘者 因难诸涅槃 就是 本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佛教的 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是必求的 就是受了居住 居住解的必求的 必求的 必以难按理 就是说 按照你们的这个方式来说的话呢 就是 就是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必求 也是很困难的 难按理 为什么困难呢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必求是什么呢 就是开悟的这个必求 开悟的这个必求 真无了空性的这个必求 或者说呢 就是真无了无我的这个必求了 但是 按照这个 依照他们的这个方式的话呢 空性都否定掉了 空性都否定掉了 过后呢 自然也就不会有开悟了 那自然也不会 这个没有开悟的话呢 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个 真正意义上的 真正意义上的必求了 通常必求还是有几种必求的 这个地方讲的是 真正意义上的必求了 这后面这两个呢 就是这中观的 最最核心的这个观点呢 心有所缘者 就是只要心里面有所愿 有所愿呢 什么叫做愿呢 这是存在的 这是不存在的 这是这个好的 这是差的 这是长的 这是段的 这是过去 这是将来 等等当中 凡是有相对的 这一切都是圆的 这一切都是圆的 那绝对不是圆嘛 但是呢 真正来说呢 我们的概念当中 是没有绝对的东西的 我们的概念当中 基本上就没有一个 真正的绝对的东西的 用我们的这个解释方针来说呢 只要内心里面 有一个概念的话呢 那这个存在概念的情况下 这个人是根本就没办法 跟这个得到这个 涅槃这种结果的 涅槃这种结果的 就这个意思了 佛教诸实的根本 即是比丘阿罗汉 这一点也难以安宁 如果心有所愿 没有真无空心 那么即便是 比丘罗汉也 比丘罗汉 就是一个意思了 就是 罗汉这种结果 也是根本就没办法得到的 也难得安住 涅槃 因为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端处烦恼 由于他没有牵出痛苦而难以安住 获得内判 没有空心的话 这些比丘也 顶多也就是 就是 就当同于那些外道的 这个既既修得特别好的 就是那些人的这种水平 就是这个结果也是 最多也就 往生到这个四五色田里面 就是超越不了三级 超越不了三级轮回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而端处烦恼 也不得你办 端或若即拓 逼无坚淫耳 必等 必等遂无或 幽见 幽见也不能 那这一下呢 就是开始有这一段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 唯一诗的那一段 下面这一段都是 在入菩萨信这个 智慧品里面说呢 就是 就是比较 就是不容易 不容易理解的一些地方了 那这是 前面这两句话是什么呢 断活就是说呢 断了烦恼 断了烦恼 断了烦恼就会解脱嘛 就是断了烦恼就 断了烦恼就 断了烦恼就会解脱的话呢 断或若即拓 应该要立马解脱 就是 如果说断了烦恼 立马就会解脱的话呢 那么 所有断了烦恼的人 在他们身上是 从此不应该发生痛苦的 发生痛苦的 我说清楚了不 清楚了哈 那断了烦恼就立马会没痛苦吗 会不会 应该会吧 但是这里说不会 我们通常说 断了烦恼意味着什么呢 断了烦恼意味着解脱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 达成就问了 断了烦恼 是否从此不再有痛苦 那怎么说 不敢说了就说了 那说什么呢 一等税无或幽见夜功能 比如说 穆坚连准者 穆坚连准者 最后这个 他冤寂之前是被歪倒的 就是 大得很惨 从此 这个原因就是远近了 但是被歪倒斗争以前 穆坚连已经是断了烦恼的 他是一个阿罗汉 他还下地狱去度终身 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上来了过后 那些歪倒徒就把他答辩了 过后就是从此就 这个原因就远近了 这后面说的两句话就是这样 比如说 穆坚连准者 虽然他没有烦恼 但是他还是有痛苦 就这个意思 必等 必等就是说 穆坚连准者这种人 虽然无惑就是没有烦恼 但是呢 又见夜功能 他也是有这个 这个业力的这个作用 发生在他的身上 所以就是他也要这个承受痛苦 原来呢 这个不是夜里的话呢 不说是哪几个歪倒徒 这个穆坚连准者是 释迦牟内佛的弟子里面 神通第一的 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人 集中在一块儿去对付他 也是对付不了的 但是夜里成熟了 那天呢 就是穆坚连准者 不说是去变神通 连这个神通想都没有想到 所以就背搭得很赞 这是夜里的缘故了 如果对方说 虽然没有真无这样的空性 但通过修行 修行运无畅等 运就是无云了 无畅等呢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就是这个 诸心无畅 幽露皆苦 诸法无我 就这些的 等人无我 也能断除烦恼 脱离痛苦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有不同的理解 人无我 对不对 人无我 达成的这个佛教里面呢 这个 人无我也是空性的一部分 或者说呢 达成佛教徒认为 人无我也是空性 它是空性的一部分 但是小乘的这个理解里面呢 人无我 人无我 这个空性 完全是两码事 他们觉得 人无我是合理的 说人无我呢 在乌云上面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乌云上面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自我 那么佛告诉我们 人无我这个道理是合理的 但是呢 说不存在被子 不存在被子 那这完全是废谤了 明明看得见有它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根本就 就是不应该 说它是空性 或者说不存在 它完全就无我 或者空性呢 它是分开来 分开来分开来 分开来理解的 真正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身体上面 或者说我们 每个人的乌云上面 没有一个自我 或这个 这个乌云上面 没有一个被子是灯筒的 灯筒的 因为呢 它这个上面 也从来就没有 真正来说 没有一个被子的 被子这是一种加密案例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自我 也是一样的 冲突倒叫去照 身上根本就照不到一个自我 那自我是什么呢 是一个加密案例 加密案例的 不过加密案例呢 还有一个理解的方式 但现在我们 暂时不说它了 所谓的加密案例呢 我们可以理解 成为标签 标签 我们现在贴标签 贴桑标 贴桑标 但是呢 这不完全是 不能完全理解为 单独的桑标 这个刚才提到呢 有一个叫做 阿罗汉的这个情况 叫做 幽云内畔 或乌云内畔 什么叫做 幽云内畔呢 就是原来生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阿罗汉 后来呢 就是通过修炼 就是 就是一生当中 就成了阿罗汉 但是这个 先成了阿罗汉 生命还没有解锁的 这种叫做阿罗汉 比如说 某一个人生下来 不是阿罗汉 过后呢 他十几二十岁 就开始修行了 到四十岁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了阿罗汉了 阿罗汉呢 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从资粮到 加薪到 监到 修到 已经到了 无修到了 就变成了阿罗汉了 阿罗汉了 但是呢 他的生命并没有结束 那这种人叫做 犹豫阿罗汉 那犹豫阿罗汉呢 因为今生 这个所有的烦恼 都都都缠除了 断掉了 过后呢 就是来生他 不会转身到 这三界轮回里面 在对于他来说 来生完全是没有痛苦的 但是呢 他成了阿罗汉过后 这一生的身体上 还会发生 还会发生 这个业果的 就像是 穆尖连尊者一样 那现在今天 这个是我们讨论的 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讨论呢 萧承说 你们大臣 就是有什么 这个空性的说法了 但是我们看来 这根本就没有必要 修人无我了 修人无我过后 端了烦恼了 端了烦恼就会 就会裂盘了 就一真套完整了 圆满了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就没有必要 什么这个空性之类的法门了 就是这是他们的观点 那么大臣呢 就是针对这个而说的 按照你们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呢 那等于就是 成了阿罗汉 立马就要涅槃了 涅槃意味着什么呢 涅槃就是完全没有痛苦的意思了 完全没有痛苦的意思了 但是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 佛经上大臣小臣 共同所接触的佛经上 明明有记载 有些阿罗汉 就成了阿罗汉过后 还得要这个接受 承受这个业力的这个报应 既然如此 那么获得又于阿罗汉 即可就要无有痛苦 因为已经断尽了烦恼 如果这样承认 那些阿罗汉就应该无有烦恼 可是佛经中明确记载 目见年灯 牦西阿罗汉 以王西的业力 而感受感受痛苦 这就是这个了 后面的这一段呢 不过我们在字面上 解释下去也是没有太难的 就是放到那个 不同的中派的观点里面的话 这段是 这个题目的这个问题 也是那要扯得很远才可以的 唯有近去爱 近去爱 固顶无猴游 似非然无爱 入此云活物 隐守原神爱 必等人游受 唯有近去爱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呢 里面呢 有一项叫做去 另外一个叫做爱 先又爱 再又去 那这个地方的 这个爱子所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 是一种叫什么呀 就是用大乘的 大乘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呢 就是是一种分别 是一种分别的这种 分别的这种 分别的这种欲望 分别的欲望 有了这种分别的欲望的话呢 就是接下来就会产生 这个去 去是接受的意思 那么刚才第一个分别的欲望呢 就是自己发现游戏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吃的东西 某一种呢 自己发现这个味道很好 旁边的那个呢 那这个味道就糟糕寂然 已经是富然了的这个东西 或者说过失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首先有了这个刚才这个爱呢 就是这个分别的这种 分别的贪恋 分别的贪恋 有了这个分别的贪恋呢 接下来呢就是 尽量就 不要分到这个不好吃的 就是想得到好吃的 就是接下来呢 就是行为上就有这种去者了 这个叫做去 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呢 这两个也是 最是就是让这个 终生这个轮回 祈祷作用的就是量相了 那如果说有一个修行人 就是通过修这种 无我的智慧 有一天端出了这个 这个去或爱 这十二因缘里面的这两相的话呢 固定和无有它 必定不会转身 转身在这个三界轮回里面 就这个意思 那这什么样的人才做到这个呢 阿罗汉 阿罗汉的人才会做到这个 比如说我们叫做这个 灯流过 依来过 呼唤过 阿罗汉 过后小乘呢 这个也是有灯流向 灯流过 一来向一来过 呼唤向 呼唤过 阿罗汉向 阿罗汉过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呢 这就是修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层次的 这个名次了 最终那个到了 阿罗汉的这个结果 完全就到了这个 大乘的说法来说的话 无修道 那就是所有的烦恼都端掉了 那所有烦恼端掉了过后呢 就不会不需要轮回了 这菩萨跟阿罗汉不一样 那小乘呢 他只要有一个 细微的这个烦恼 只要有细微的烦恼 他都是 被迫之下要轮回的 被迫之下要轮回的 那菩萨为 菩萨呢 就算他有烦恼的情况下 就是 当然是不是 最初级阶段的 到了一地以上的 就不会被迫之下 会轮回的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 善巧 善巧 菩萨有他的冤理 他的职会 他的善巧 就算有烦恼 但是呢 他其他的这个 功德的原因呢 就是不会就像阿罗汉一样 被迫的要轮回的 当然菩萨也 最终还是需要这个 需要掺除这个烦恼 是 这是毋庸置意的 这前面两句话 是这个意思 赐菲 赐菲燃无爱 燃无是什么意思呢 烦恼的意思 刚才十二音乐园里面的 这个爱是什么呢 是燃无的爱 是烦恼的 但是呢 阿罗汉呢 就是 这是达成 达成的这个 达成在说这个 消成的 但是这个消成 他们自己的经典里面 也会有的 就是说 阿罗汉 趁了阿罗汉过后呢 它还是有一种爱 但是这是 非燃无的爱 非燃无的爱 这个爱呢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 成为一个 一个分别念 一个分别念 一个细微的 这个分别念 或者说分别性 就是这样 阿罗汉还是 还是有 这个 非燃无的爱 非燃无的爱 这是 就是我们这个 比如说 尼玛派的解释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让这个格鲁派的 这个皇教的人 解释的话呢 他们不这样去解释了 他们说呢 阿罗汉 阿罗汉呢 就是答案 这个我们哪个 在西藏的 这个格鲁派的观点里面 是怎么样呢 仅仅是秀人物 是根本就无法得到解脱的 那他们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呢 除非是秀这个中观 中观一下的这个 这个为师也好 这个萧城 还有两个总派 他们所这个描述的 这种无我的方式是 根本就没办法得到解脱的 根本就没办法得到解脱的 那么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阿罗汉得到了解脱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呢 他把全部空心都了误到了 这是这个 在西藏的一个中派的 这个一个中派的说法了 听明白了呢 也可以听明白 没听明白这也是没关系 但是呢 这个宏教的是 我们这个中派是这么认为呢 阿罗汉他秀人物我的前提 所以必须要这个 就是从答题上 他要聊悟到这个法无我 但是不需要彻底 答题上 有答题上这个 聊悟了法无我的情况下 他自己可以 可以聊悟任无我 那么任无我的作用 他可以断掉烦恼 他可以得到 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结果 是这样一个 那么已经得到了 阿罗汉的这个结果的 阿罗汉 他还是有这个一种矮 一种分别别 但是这个不是是燃悟的 这是不属于烦恼的 这是不属于烦恼的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中生 到成活的之间的 这个所有的障碍 就是概括到两方面的话呢 一种叫做烦恼症 另外一种叫做所知症 那这个费燃无癌 这个书语是所知章里面的 费燃无癌 费燃无癌的这个行制是什么呢 就是入赤 就是说无名 就是如同无名 如同无名 就是说在佛心上 比如说我们说 傻瓜呀 笨蛋啊 这些呢 就是说一个人脑袋不聪明 就这样一个意思了 但是佛经上讲的这个无名 欲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人的历节 或这个客观的存在 就是不相闻祸 不相闻祸 不相闻祸 这个就是无名 就是痴 而这欲痴也是这个了 如痴云和物 阿罗汉有 那如果说阿罗汉呢 就是有这种爱的话呢 就是因瘦 缘生爱 瘦 瘦而缘生爱 那这个爱的前面是什么呢 瘦 感受 感受 就是好的感受 不好的感受 有了这个瘦 接下来呢 就是有这个区别年了 区别年了 这个标尊的这个佛经有几个名次 那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就是 比如说 对好的东西呢 就是 像得到的这种欲望了 对不好的这个呢 就是像 像 像回避的这种 回避的这种欲望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一个 一个柔软的这个 棉布的这个衣服 对不对呢 只要出到我们身上了 那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衣服挺不错的 另外一个呢 麻布口袋 对不对 让我们穿一个麻布口袋 一下子很难受了 就是 练个不同的手了 那么练个不同的手 会产生练个不同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年头 一个是 像 像得到的这种 像得到的这种欲望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 像回避的欲望 像回避这种也可以成为 是欲望的 就这个 避等人有兽 就阿罗汉呢 仍然就会有兽 有兽 有兽了 阿罗汉有兽 只要有兽 它是条件 而且是一个完整的条件 有这个完整的条件 自然就会参生这个爱 但是这种爱呢 就是不是是燃物的爱 非燃物的爱 就这个意思 大概算是结实了吧 不过这个问题 说下去的话 这个话题 还是很复杂的一个话题了 如果对方说 我暂时端粗烦烈 虽然不能离极脱离痛苦 但 如若已经设起了 受止心 便可解脱 因为他们 对今去 三有之愿的 云 勿有爱着 古尔 必定 不存在 何有 何有就是来生的意思 他们知阿罗汉 他们知阿罗汉 对素质上有 这个 非燃物性的 这个 刚才我们叫爱 也就是这个愚痴了 怎么会没有 不是业余烦恼的云呢 亦具有失知 具有失知 首先他们有执着 这个失知是对什么呢 对法的这个执着的 对法有执着的话呢 接下来产生受 受止缘 必定产生爱 因为那些阿罗汉 也有 也有受的 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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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承 萧承的他们认为呢 就是得到了阿罗汉的 这个结果的时候呢 就是一切都解锁了 一切都解锁了 在萧承的这种 萧承所追求的这种结果呢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不是很有吸引的 就是说 萧承的这种解脱呢 在萧承他们自己的观点里面 是什么样子呢 等于就得到了阿罗汉的时候 身心一切都解锁了 解锁了 那从此呢 就是没有任何压力 负担 也没有痛苦了 就是完全就消失了一样 他们感觉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达成 这个 比他们更高境界的人 往下去看他们的 这个解脱的时候呢 他们的解脱呢 有点像这个 专生到物色界的世界里面的 这些众生 当然呢 比这个更高一点了 他们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不需要再转回三界轮回了 但是他们是 停留在一个很 就是 稀微的这个餐厅当中 很稀微的这个餐厅当中 但是呢 他这个 从烦恼的角度来说 他完全就没有 没有执着 他们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莲花里面之类的 过后呢 他们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漫长的过程里面 他们根本就没有痛苦 也没有感受 就是这样子 到一丁的时候 就是他们原来的这种禅定的功夫 基本上消耗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是佛就发光 这光是什么作用呢 脑重的作用 脑重的作用 去欢欣这些消沉的这个 在禅定当中的这个修行人 得到了结果的人 原来是没法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 餐厅的功夫力量还很强的时候 怎么样还心他都 没办法还心得了 到了一定程度 就是他这个餐厅的功夫 要解说的时候 那佛就发光 过后呢 他也就是 苏醒了 醒了过后呢 佛就告诉他 虽然你得到了解脱 但是呢 这不是最终极的 这不是最终极的 虽然你不需要轮回 但是呢 你还要 你还一定要这个 成这个圆满正灯觉 过后呢 他就开始 开始学这个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 但是呢 就算他开始学大乘佛法的时候呢 他们这种人 学得很慢 为什么呢 他们 习惯了这个 自私自利的这种心态 自私自利的心态 佛经上说 一个 这个小乘的阿罗汉 再一次 开始这个 学大乘佛法的同事 有一个 根本就没有学过 学过这个 学过法的一个 大乘中心的人 他们两个同时 开始学大乘佛法的话呢 这个标准的凡人 还学得快 成佛快 这阿罗汉还要慢 为什么呢 他们原来 所有的修行的 这个过程里面 都是自我为中心的 情况下修的 他们所得到的结果 也是 过程里面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 他们有这个习性 很严重 所以呢 要成佛 这个 需要很满脏的 满脏的过程的 但是他们另外一个 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是有一个保障的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成佛 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 没关系 反正他们也 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 流转到 三界轮回里面 就像我们中国的 贴丸犯一样 银散 心灭一宅现 就在这个道理 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里面 基本上就会知道的 心是由于有所愿 必忍弃住其中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也可以 阿罗汉也可以 只要心里面 就是有所自主 有所愿 就是有所自主 自己心里面 有一样东西是忘不掉的话 那这个 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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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解脱 没法得到裂盘 有所愿 就是这样的 心是有所愿 必忍住其中 若无空行性 灭以福当圣 如果说有一个人 不是修了空行性 而这个 断除了这个执着的话呢 通过他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修机制 修机制 那么修机制的人呢 他这个 这种分别念 就是 随着这个 机制的这个 修行的这个增长 分别念越来越 越变小 越来越变小 最后变得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微妙 就有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四五色界的 最高的这个 机制的这种 过后呢 他得到了这种禅定 或者说他来生 得到这种结果的时候 他的心基本上 就没有感受了 基本上就没有感受了 或者说呢 没有明显的感受了 没有根 那这种状态里面 他会 他会经历一个 漫长的过程 但是最终有一天 还是会翻回来的 还是会翻回来的 为什么呢 他不是是 修空行而 就是 参促了这种执着 因为他们的执着 执着的这个中子 中子还在 中子个人还在 犹如无相定 孤单修空行 所以呢 就是完全 要得到这个解脱的话呢 就是唯一的道路 就是 就必须要去修空行了 就我们有些时候 会听到这个 佛祖这个 穿了八万四千法门了 八万四千法门了 八万四千法门了 但是虽然佛祖 穿了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最终来说 让人称佛的 只有一个法门 这一个法门是什么呢 这是空行的法门 或者说呢 俄罗的法门 这就是这个法门 原理真无空行的心 就是具有所缘的心 因而 人就会担着 毛衣对境 尽管暂时美景 但仍然会再度升起 就像如无相顶事 心虽然真是细美 但还会再度升起一样 因此 想尽处一切痛苦者 应当修持 应当修持空行 这我前面也是讲过一遍 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的 但是我们看游戏 那个拍特工的电影 这些电视里面 就是有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接近这个道理 比如说 这些特工 对不对呢 就是 他的脑袋里面 只要有有一些事情的话呢 就算他这个 有思维的情况下 他有抵抗力他不说 但是呢 别人就是让他催眠啊 什么时候呢 也通过其他的方法 会让他说出来 他的这种秘密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只要我们的这种 执着为断 就算这个一个漫长的过程里面 这个分别年呢 过后呢 这个明显的这些感受都不在 都没有 但是终究一天还是会 还是会 还是会重复的 那应该要怎么样呢 就是通过修空行 就是有一天 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 完全就没有概念了 这个概念是我常常用的 这佛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讲 传法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来的比较具体一点 所以就 只要心里面有一点概念 那就 没办法解脱了 这个呢 虽然我们 不是我们 虽然我还没有解脱 但是呢 多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 凡是我们有这个 我们身上的这种 好与坏 或者说呢 就是心情 这个快乐与痛苦 这一切 我们认真起最熟的话呢 最终在哪一个层面上 哪一个层面是最起作用呢 概念起作用 我们这个好像也整形吧 什么已经讨论了很多遍了 对不对 原来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完全就没有这个作用 但是呢 只要有了一个概念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就这个作用就产生了 矛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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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就出现了 是不是这一次讲的 比如说我这个杯子 对不对呢 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杯子 是故东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 在这个杯子上面 不会发生斩症的 但是呢 这个情况变了 有一天 这个杯子变成了 鼓动了 杯子它没变鼓动也没关系 我们大家 理解为它是鼓动的话呢 那矛盾就 矛盾就 矛盾就 矛盾就出来了 有人说这个 只剩个矣 对不对呢 就算我们这率不 不产生矛盾 也外面的人呢 把我们都灭绝了过后 这个茶杯就拿走了 这一切 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在什么呢 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在概念上 概念上 那么概念到底是一个东西吗 概念这是一个概念而已 人 人 随心而定的概念 但是随心而定的这个概念呢 贴到物质上 那就不一样了 变成 就是 不知觉的情况下呢 就是变成物质了 那就是 变成不同的 不同的价格 那只要变成不同的价格的话呢 那它翻转了 对人来说呢 就是很有攻击性 很有攻击性的 那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 首先是我们自己 往外贴的 最终呢 它变成了真的物质 或者说呢 它真的起到物质的作用的时候呢 它翻转来 它是有身份的 它翻转来 就是跟我们逃家还家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它的奴仆了 我们要为它牺牲了 就是在中观里面告诉我们 要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了这个道理呢 一切都可以了 就这样 原理真无空心的心 就是具有永远的心 因而 人就会当初 某一堆经 尽管占世灭景 但人会再度生起 就像如无想定是 心虽然占世 无想定就是无色解的一个世界 心灭丹 还会再度生起一样 因此想禁止一切痛苦者 应当修持空心 就是说我们不想有痛苦的话呢 用我的话来说 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去掉 那概念去掉 如果是我们的概念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不会有痛苦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概念到底会去得掉吗 就这个问题 概念到底会去得掉吗 但是这个通过修空心的话 通过修空心 这个离 我们明了 这个概念我们也自然就会方向 愁耳修生意之功德分 一承斑耳尼 二端处耳障 因一承斑耳尼 承斑耳尼 未读 未读余苦中菩萨利坛聚 未读住轮会 刺激无恐过 我们的概念当中呢 就是非精心事的去思考 过后呢做计划 那通过这个方式才会成功的 通过这个方式才会成功的 但是真正这个菩萨道上看起来的话呢 我忘记了不知道谁说的 曾经听过这么有一句话 就是真正的这个成功呢 那些不这么想成功的人才会得到 不这么想成功的人才会得到 真正的成功的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慢慢这个去思考的话 这挺有道理的 挺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学一样东西 比如说学乐器之类的 就是你很永共或者说呢 很梦的这种情况下 而是没办法没办法学 没办法学的没办法学的好的 这个比喻也不是很恰到 这里也不需要比喻 算了 往下渡 哦 对对对 这个都不用比喻 还有很多宣称的嘛 我们大学们说这个 物修无证 对不对 禅宗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句子 真正这个最究竟的这种结果 就是你所不追求的情况下可以得到 你所不追求的情况下才会得到 真正的这个终究的结果 那在追求的情况下 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个最究竟的这种结果 这个说的话可以结束不 可以啊 那这么说下去的话呢 那些真正吃饱的人是完全不吃饭的情况下才吃饱了 这个也答应就可以了 答应就可以了 就是有四种能够生存的食品 其中一个就是餐厅的食物 对不对 那些真正有餐厅的人 他不需要吃东西了 不需要吃东西了 对不对 我刚才这段话就是完全是废话 如果自己如果真无了空心 那么就会对所有 就是这个也是你看 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们要对别人好 就是首先要培养干净 过后呢 由一式的去对待别人 那才是真正对别人好 但是中观说呢 你由一式的培养来的这个是假的 这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呢 被昭著之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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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也就是假的 自然也是假的 你看在这个地方说呢 我们越来越发现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虚幻的时候呢 我们对终生的这种悲心 自悲心就会越来越 越来越会增上了 原来我们的悲心是一般的悲心的 我们通过了真无空心 而发生的这种悲心叫做 物源大悲 物源大悲 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概念的悲心 这种悲心是大悲心 只要我们有概念的话 它是有局限性的 它是有偏向的 有局限性的 但是没有概念而发生的这种悲心 那是超越的 那是无限的 就这个意思 由于不知空心而痛苦的 由情生起悲心 这个我们去年学过 如中轮了 如中轮前面呢 就是讲三种悲心的 一个是这个 愿终生的悲心 愿法的悲心 过后第三个就是物源的悲心 物源的悲心 物源的悲心呢 这个是不同层面的悲心呢 因此为了利益他们 而远离探知轮回安乐 畏惧痛苦之而变的方式 就是住在轮回中 承拌物量尼他生意的事业 就是真正有这个空性的智慧的人呢 他既不像终生一样 这个被迫的流转在三界轮回 他也不像这个阿罗汉一样 就是去追求一个这个都三七圣的 治疗的这种阿罗汉的这个结果了 那么他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他只要虚空存在 终生存在 他就在这个余珠空间里面 去利益终生 但是因为他证悟了空性的原因 自己完全就不会被伤害 那这是菩萨的 这是菩萨的特点了 菩萨具有这种特点是什么原因 而发生的呢 是空性的原因发生的 说更说准确一点的话呢 因为空性的方 融入到自己的心的原因 因而端促而证 空性能对之 犯老所知证 素语成福者何不修空性呢 空性能对之 真正来说不是空性在对之呢 就是正无空性的性在对之的 不是正空性在对之 但是佛经常通常就是这样 这个说法 空性能对之 对之什么呢 犯老障或所知障 那这两个障都不在的话呢 是什么样呢 是一个佛呢 那么我们想快速成佛的话 该怎么办呢 那都要静静地去修习 这个空性的法门呢 诸外编制佛国之 犯老障于所知障 黑暗的对之法 及时修空性 因而想要迅速获得编制国威者 为什么不修空性呢 必须修持空性 这个地方呢 是两个原因 说了这段话 一个原因呢 就是消沉的人 他觉得呢 只要修一个悟我就可以了 不需要修空性 这是一个原因的 那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差别呢 第一个是修不修空性的原因上 另外一个呢 人无我 这个是否属于这个空性范围里面的 立即回应而发生的 这是达成和消沉之间的这个差别 那这里面我们要明白更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是什么信息呢 就是消沉在说达成 达成在说消沉 他们他们这个 这一处习是 唱给我们看的 或者说演给我们看的 就是达成说消沉 消沉说达成 说他们在说 但是呢 明白我们要明白 就是达成达成否定消沉的时候呢 这消沉是什么呢 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观点呢 虽然他说的是消沉 但是呢 真正就是针对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这个 这个想解脱的这些人呢 所以说 抽山 社裔 不应亡可处如商空性利 切莫信生意如虑修空性 不应该这个 试图去否定掉这个空性的法门 就这个意思了 这是第一句话 切莫生意信 就是千万不要对这个空性 产生怀疑的这个心态 那该做什么呢 就是要如理地去修这个空性的这个法门 这是达成的这个达成的这个交解了 由于真无空性 有如实的功德 没有真无空性 有如此的过患 因此颇持空性是不合理的 不要坏于空性 我们这个不能真无的最大原因就是 真无的时候有真无空性 或者说呢 我们有一天有机会变成了尖道 或者说登敌菩萨的时候 他会解决三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怀疑 怀疑呢 这个怀疑呢 也是最障碍人们这个真无的一个原因 不要怀疑空性是否为佛道 而应该如理修持空性 以前这个佛祖在印度的时候呢 佛祖将心经的时候 就是很多这个消沉的这些阿罗汉 不是阿罗汉 这消沉的这些修行人呢 他们听到了佛说 焰而必受生都无 没有了 就害怕了 而且呢突叙而忘 不是因此就了了 而且还要下地狱呢 还要下地狱呢 就发生过这样子的情况呢 因为他们不是说能够 能够这个 换一个方式说一个吧 比如说我们讲忍辱 对不对呢 忍辱就是有三种忍辱 一种忍辱是什么呢 就是遇上了恶人 他会诽谤你 他会伤害你的时候 能够忍下去 这是第一种忍辱 第二种忍辱是什么呢 在困难之下 能够尽紧修行 这是第二种忍辱 第三种忍辱是什么呢 就是高盛的这种正理 自己能够接受 这是第三种忍辱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听到这个空性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接受 我们能够接受的话 这也算是忍辱了 这是最高境界的人 最高境界的人 那些小城阿罗汉就是 就是接受不了这个 接受不了这个行星 接受不了这个行星 比如说 假设我们是很执着金钱 手头上还是有点钱 就是买了股票 就是有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呢 就是 这股票呢 就是全部跌下去了 过后呢 再也没有繁盛的机会的话呢 那有可能这个人就 因此而就是 叫什么 心肌梗塞了 因此而心肌梗塞了 就是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对不对 因为这个行星 它完全就成熟不了 那么对于阿罗汉来说呢 它觉得呢就是 眼耳鼻塞了身 这些是 明明看得到的 对不对呢 听得到的 这这么可能是不存在呢 没有理由 所以呢 它制作这个东西 突然佛说 无眼耳鼻塞身 摄身相微出发 这么一说的话呢 它就完全就接受不了这个行星 就我刚才说的 是不是心肌梗塞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吐血而往就这样子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呀 对不对 我常常说的这个呢 我们是一边想发财 一边就在念 无眼耳鼻塞身衣 对不对 你眼耳鼻塞身衣都没有了 你发财了有什么作用呢 对不对 要么心里面是恐惧的状态 很害怕了 所以呢 就是眼耳倒您 无眼耳鼻塞身衣 但是无论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还是搭乘的这种更新呢 就是说 我所遇到过的我们中国人 对不对 然后他选择 我将一个三十英国经一听 还是说我将一个心经一听 我想百分之百的人都说是心经嘛 知慧对不对 三十英国经那不算什么了 我一定要去听心经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特质 那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我对这个做了个分析啊 我对这个做了个分析 是什么呢 就是要么呢 就是低的确切证明了 我们是达成的更新 要么呢是什么呢 我们根本就没有听懂心经在说什么 根本就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 所以呢我们毫无感觉对不对 我们毫无感觉 比如说我不懂英文对不对 那么你们用英文忙我 没关系 而且有人呢 就是把这个变成一首歌 一首歌 一首歌 过后在我的耳边 经常唱的话 过了三十天 也许我也是跟着你们去唱 对不对 也许我们学心经就是变成了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呢 可能还不如阿罗汉 虽然阿罗汉呢 听到了这个消息过后呢 下了低语 但是呢 他的这个阿拉耶识里面呢 就是播下了一个听到的种子 明白了的种子 不过这个都是没有必要 我瞎说的 不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了 所以呢就是经常不自觉 就会说出来的 我去香港 我们香港有一个佛堂 就是问大家讲什么呢 要么就说 师父讲个金刚锦 要么就说 简单来说 也是讲个行经 就是我已经重复讲了四遍 还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开场摆是什么呢 行经说的 行经讲的不是人说的话 就是 也许大家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也没关系 就是 这不是人说的话了 所以我们 不如这个 听不明白是清理当中了 对 太高 太高省了 我说这个不是人说的话 这里是没有编 就是这个编译的 就是说这是佛说的话 对佛说的话呢 这是完全是 在无明的这个蒙里面 已经是这个 醒过来的人说的话 我们还在做梦呢 所以呢 佛经上有一个说法呢 给做梦的人说 白天的情况都说不明白的话呢 一个在无明之下 轮回的人 给他讲佛的经节的东西 他当然也就听不明白了 不过是这些都是废话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说的什么呢 不要去佛丁空行呢 就是要去修这个空行呢 佛善是共同之意 是至能生苦 欲必淫生俱 悟空能喜苦 云后未空行 刚才我们讲有一些阿罗汉呢 有一些小乘的修行人呢 他是怕空行的 那中观就跟他说了 你该怕的就不去怕 为什么要怕空行呢 对不对 如果说你执着的话呢 执着的结果是痛苦 你该怕的是执着 你不应该怕空行 空行的结果是什么呢 空行的结果就是悉苦 完全就没有痛苦了 如果有人想 由于畏惧空行 因而不修空行 至至至至能参生一切痛苦 对他立当生起恐惧 然而终生且不生恐惧 休息空行 本能熄灭一切痛苦 为何对他生起恐惧呢 实在不该生恐惧 欲舞遮游俱 激舞少分我 色附身为俱 那我们终生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空举对不对 空举 那么在如菩萨心论里面告诉我们 你们不用害怕 为什么不用害怕呢 没有你 如果有你的话呢 你可以害怕 但是完全没有你 没有你 没有你就是说的就是没有我了 没有我的话呢 你害怕什么呢 没有人可以怕了 就这个意思 假使畏惧者 我又少许存在 那么对于任何对今 产生畏惧也是亲力之中的事 如果我一死一毫也不存在 那么生畏惧者 到底是谁呢 到底是谁呢 就是 就是禅宗里面 他们说这个修禅宗的人 就是有一个修法叫做禅滑头 对不对 就是说 就是去禅什么呢 就是我是谁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些中观的这个逻辑呢 北底每个人都要明白 有些人已经是成熟了的人 他可能是 只是思考了 思考一下我是谁的问题 就会开悟的 但是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 应该就做不到这样子了 那做不到这样子的话呢 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通过这个中观的这种 中观的这种思维方式 或者说呢 依照中观的这种例如 去去寻找答案 寻找答案 找到了答案过后呢 再去修的话 那就 这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 就是更保险一点呢 心耳光说焚散 一分析云耳中破 二别过所许之我 后面这二段呢 就是编辑所知的我了 三千处无我之争论 人意分析 云耳中破 这一段也是 就是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 我最喜欢这个 这个如菩萨性智慧的一个原因 因为呢 这个一开始就 他就是 告诉我们 这个 秀这个人无我 人无我 而且呢 这个呢 他是针对于 就是每一个人 先天心的 就有一个自我存在感 对不对 针对这个而说的 就是首先不需要学一些其他的宗派 如何按理为我 过后呢 再去否定他 不需要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 就是 做起来的话呢 或者说呢 修起来的话呢 特别的方便 人意分析云 分析云耳中破 吃发家非我 我非故己穴 非仙非鼻涕 非龙非黄碎 非止非遗憾 非非也非干 我非 欲内脏 也非 失与尿 如雨 啼 非我 麦气 惹非我 白桥 宜夫然 牛氏 皆非我 那这就是 没有不懂的 我们每个人 先天心的 就有一个自我存在感 我们从来就 没有考虑过 这个我在不在呢 我们自考虑 就是外面的这些东西 在不在 没有构化 就是这些问题 以外呢 翻转了 自己的角度 从来就 从来就没有 没有思考过了 我们一般的人 那有些人思考过了 就像是蒂卡尔说的 就是 因为我在思考 所以呢 我是存在的 对不对呢 他是这么证明的 看起来有点道理 但是呢 人真相就没有道理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在讨论 比如说牛君师兄 到底在不在 我说他不在 你们说他在 我们正在编论的时候 有人拿什么来 证明他的存在呢 他应该要在 他在这个地方做提照 对不对 首先他还没有 还没有证明好 他的存在的时候 怎么能证明他在做提照呢 对不对 对不对呢 首先 因为他在做提照 这个是由他的这个 存在的这种基础上 才会有这个动作的 但是他的存在不存在 还正在讨论的时候呢 所以有人说 他正在做提照 所以证明他存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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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依据是 这个依据是 这个 没有作用的 牙齿 头发 指甲不是我 我也不是 骨骼及血液 又不是 口线与鼻涕 不是龙 不是黄碎 不是脂肪 也不是寒碎 既不是肥 也不是肝 我又不是 其余的累脏 也不是肆与尿 身肉与皮肤 不是我 脉脏 气 风 温热 不是我 白桥 同样也不是我 牛士都不是我 因此 因此 刺等 牛杰 牛杰 无常 众多 物质心 之骨 我们真正去落实的话呢 要在这后面几个问题的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个自我存在感 但是 我们认真去观察它的话 这种自我存在感 是肚立的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认为 我是一个人 没有人想 我是两个人 甚至是三四个人 但是我们的身体呢 是有很多 很多部分的一种 诸佛体呢 那么甚至存在的 这种形式 或我们自己 自我存在感 所执着的这个自我 自我的这个特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里面可以证明什么呢 这里面可以证明 我们的这个身体 或者说呢 我们的这个乌云 不是我 不是我 就是我们学佛的人 都认为呢 就是有一天我会死 死了过后呢 这个尸体呢 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的灵魂 或者说呢 我的心 再次继续回 继续回轮回 有这样子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已经证明了 这个身体是 身体是 身体是不是我了 它就是 属于是自己 所拥有的一个 一个物品 一样 但是认真去观察的话呢 我们这种概念 还是不稳定的 随意性很强 很强的 尤其是说呢 我好不舒服 对不对 我好不舒服 这种情况下呢 就身体就变成了我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的头痛 那么头就不是我了 我的头痛 就像是 我的衣服坏了 就这样 那这一天上呢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一天上 我们认真去想的话 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原来的自我 所谓的自我 是随意性的 随意性的 这个自我如果说 真的是随意性的话 那我们就没必要去特别的关心这个自我了 对不对 它这是一个随意性的 那就是 这个 自我也就是说到底是一种标签 自我说到底也是一个标签 就是什么叫做标签呢 我再做一个介绍 就是以前这里没有这么多房子 很少 过后呢 就是当时 有康姆江所在 他在川法呢 就是有一些 这个外来的僧人都是 就是 反正也不多夏天的时候 这里人很少 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人呢 我本来晚上立一个这个木头 过后呢 在这边帮一根木头 过后呢 西藏的这种皮奥 你们知道吗 嗯 就是 这个牛皮 或者说羊皮做的这个 长袍的衣服呢 就是翻一个面 本来西藏人穿的是毛色象类的 就是象外 过后呢 逃到这个木头上 就是变成了一个巨无霸的人 变成了一个巨无霸的人了 这个顶不到这些虫 我们也不得了 萤火虫 对不对呢 叫做萤火虫 过后呢 在他的面部呢 就是放几个萤火虫 而且呢 这个圆圈的很大的一个眼睛呢 就是说 这个丸的这个面积怎么大 就我们两个就造了这样子一个东西了 晚上是 就是漆黑的夜晚 就是我们在别人的门口造了这样子一个东西了 那传说当中呢 说我们这里是野人古 有很多野人的 曾经也有人跟野人搭斗的这样子的故事了 那我们两个就躲在那个旁边 躲在旁边就观察嘛 就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概就是吃完晚饭的时候 有一个人出来了 哦 门口有这样子一个东西了 一尖叫就跑进去了 过后第二个人 三个人 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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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敢面对的 人在空虚当中是怎么样呢 还叫就跑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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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就跑进去了 就是这样子就大声叫一下的话 自我安慰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人他不敢出来 但是他在门口就在大声吼 大声吼 就这样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加密安里的野人 真正来说呢 他这个木头上 这个皮凹上 这个萤火虫上 这个形状上 就是不说是有一个真野人 连这个野人的这个 银子都没有 对不对 银子都没有 但是呢 人们突然间看到了这个的话 是一个真真切切的野人 就这个野人是谁呢 就我们了 真正来说呢 我们的身体上呢 就是一个自我的银子都没有 但是呢这个身体和这个无云 就变成了刚才我们所祝活的这个提醒一样 变成了一个刀钞人了 刀钞人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已经是这个注册好了的商标 一听就变成了自我了 接下来呢 就会贴更多的表情了 第二个表情张三 过后呢这张三是一个教授 对不对呢 而且是他是学马克思主义的 等等就是这样子加上 加过去的话 可以加一个无数的这个表情了 就是越贴越多 越贴越多 就是真正来说呢 我们换句话来说呢 中观要做 我们修行要做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科观上 科观上把所有的这个珠观色彩都去掉 有一天做到了 修行要做的就这么简单 没有更多 没有更多 所谓的空性是什么呢 就是 科观上的一切珠观色彩去掉了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空性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空性的 空性的作用不是去毁灭掉这个世界 空性跟原子彩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 明天就是个更复杂的 今天晚上还没到目的地 但是暂时在停 早日停留吧 中观看 有那些话 都不能处理 小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